我今天帶狼來小南門約會 為什麼 應該只是講雷了 對 很難唸 沒有為什麼會來這裡 是因為我小時候的記憶啊 就是我很小很小在 十歲以前的記憶都在這裡 然後今天是雙十節各位朋友們 台灣生日快樂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然後我小時候都會在這附近啊 揮舞著國旗 等一下帶大家去看一下揮舞國旗的地方 可是我們以前外婆家已經被產平了 現在都已經變成別的建築 好的各位觀眾我猜這一片 這一片應該就是我外婆家 那現在有沒有變成路啊 停車場啊什麼的 以前很深耶 我們家以前大概在裡面都是 其實以前是木頭的 然後 然後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揮舞著旗子這樣 然後把他搶過來 然後整條路都 都有人在 在 舉 舉旗吶喊這樣子 對 來 我們有請兔爺為各位示範陷阱妹的拍照方法 來 陷阱妹1 陷阱妹2 陷阱妹3 對 我小時候都覺得這個欄杆好高 如今我長高了 他只在我的脖子裡 各位觀眾 南門國小 國中喔 國中跟國小嗎 國中小 他是一起的喔 中小學什麼名字 我不會讀字 來跟大家說一下 這是我媽媽的母校喔 我媽是第三屆的 叫學姊叫學姊 後面這個人已經無言了 這個字這麼大 你竟然讀錯 好難讀喔 OMG 來吃飯 這是我小時候會吃的 小瓜乾麵 進去吧 走 我不想吃 好難吃喔 我哪吃的小瓜乾麵 沒有很多 有但沒有這麼多 然後會不可夠 然後那吃法呢 就是一圈的醬油跟兩圈的醋 而且他的土還要順時鐘是加醬 歷時鐘加醋 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給他 蔥都加滑 我這碗蔥現在有點豐富 對 我媽說以前他小時候的傻瓜乾麵 一碗才五塊錢 然後以前是小攤子 他們小時候都會點傻瓜乾麵 叫傻瓜乾麵是因為他賣得太便宜了 所以說大家都說他是傻瓜 對 現在傻瓜現在是聰明乾麵 不一樣啦 今非喜比今非喜比好嗎 我們來到了台北植物園 吐寶來到森林總是特別開心 本人本郎對走路過敏 有點心不甘情不願的 不想走他這麼熱情 我小時候都很怕這個旋轉 會夾你嗎 那你長得很可能是長不一樣 喔 喔 就跟動物園的一樣 對阿 奇怪 去走了 好去拜拜 那我回家囉 你要來找我啦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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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蠻好壯喔 我媽說小時候這個素材跟他差不多高 如今看一下他現在長多高了 那美花姐呢 那妳說我媽是百歲人類啊 神經病 來到森林就會有這樣 似曾相似的片段又再次出現 大家也記得什麼片段嗎 柏柳 那柏柳的片段 哈哈 裡面覺得空氣很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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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是他小時候的 他 在那裡 什麼什麼公園 入住 advice 後花園啦 後花園了 跟我走寶貝 選手 最小的休息 啊 lodge 哈哈 椅子在哪裡 椅子 妳是 妳是 他會走路過文 不能走太多 那個吧 哈哈 哈哈哈哈 有多累 我們來看一個小老人的生活 就是坐在一張戶外的椅子上 吹著徐徐涼風 聽著鳥鳴 進入冥想 假裝是冥想 但其實是在睡覺 你不覺得 坐著很舒服嗎 為什麼一定要走路 他想睡覺 還假裝 假裝生氣這樣 紅牌在幹嘛 又在拍MV 紅牌在拍MV 憂鬱的鳥 這邊南區這邊都是很多台灣的舊建築 很多其實在日治時期就有了 所以不覺得在國慶日的時候 來這種復古的地方逛蠻有意義的嗎 Rober 你有沒有聽到我剛剛講了一段話 有 好 可以 我們來到了北門迪化街 剛剛有人又雷了 我們應該是要從南門直接來到北門 但是有個家戶抱到永康街 所以我們經過了東北 最後呢 又回到南門 經過西門 終於來到北門了 感謝老天我們終於平安到了 我們來到迪化街 我們來到迪化街 其實我是覺得 迪化... 永康街跟迪化街念起來很像啊 至少第三個字一樣吧 所以我講春剛還好 應該有人也會這樣吧 多一百塊車費也還好吧 那這個叫做滅河 海賊 这好漂亮 帮我转一下 超有事 我们今天行程终于结束了 全部开心吗 开心 帮你从南门、东门、北门、西门的一个古城之旅 为了庆祝中华美国的生日啊 生日快乐 拜拜